大家好,我是涛哥,一个把电影当故事讲的电影解说 今天涛哥给大家带来的是美国恐怖电影《大宅惊魂》 故事开始,男主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四口之家 但最近他的事业遇到了问题,只能失业在家看孩子 眼看着妻子的事业是蒸蒸日上,应酬也越来越多 男主是越发的感觉心情不爽 这天妻子又出差了,男主带着孩子出门 结果儿子差点被车给撞了 妻子小美赶回了家,意识到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了 她决定休息一段时间,好好地陪一陪家人 为了远离浮躁快节奏的都市生活 他们决定卖掉城里的房子去乡下买套别墅 随后看来看去,就选择了一栋有着上百年历史的大别墅 叫冰河庄园 这栋房子被深山包围,阴气森森,野草疯涨 一路上遇到的加油站女工和酒吧的老板都劝他们离那里远一点 可他们一家呢就是不听 搬墙进入以后,发现里面有不少前任房主留下的旧照片 旧家具什么的 其中一个玻璃橱窗里的奇怪工具吸引了他们的注意 这些工具看起来有些年份,但却不知道干什么用 总之呢,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这栋闹鬼气质的大别墅住了下来 接着儿子郑太在收拾屋子的时候看到了一本破旧的日记本 打开一看,里面写着一首诡异恐怖的童谣 内容是,打烂你的头颅,扔进死亡之喉 小男孩觉得顺口押韵就记了下来,没事就念叨念叨 转过天,就在一家人吃午饭的时候 一个男人竟然不请自来的出现在了他们家的客厅 把男女主给吓了一跳 来人说自己叫西里哥,是这栋房子原来的主人 后来因为他做生意破产 又加上摊上了官司,做了三年的监狱 所以房子就被银行给收走了 妻子也带着两个女儿远走高飞了 今天他来只是想故地重游一下,顺便找份工作养活自己 而男女主没有一点的防备 一听西里哥会拟瓦活,直接就聘请他当家里的装修工人 西里哥也不含糊 一天的时间就修好了户外游泳池 还维修了马厩 姐弟俩二人开心的养了一匹马 可以说一开始西里哥和这家人相处的还是很愉快的 只是男主总觉得西里哥对妻子小美似乎有些过度的热情 而且感觉他总是心机很深的样子 姐姐小花也有这样的感觉 所以总是对西里哥冷冰冰的 这天小花和郑太玩捉迷藏的时候 无意中在庄园的林底看到了一个写着死亡之猴的牌子 不过姐弟俩并没有意识到这代表着什么 而接下来的日子装修的进度变得很慢 男主感觉西里哥似乎是有意要留在这里 而妻子劝他不要多想 但接下来怪事发生了 这天房间里开始出现了蛇 各种各样的蛇出没在家里的各个角落 把这一家人磕下的不轻 他们只能躲到屋顶上呼救 在危急关头 西里哥挺身而出救了他们 小美感觉想要在这乡下生活 不能没有西里哥的帮助 对他是更加的依赖 但男主总感觉家里出现蛇的事和西里哥有关系 他决定暗中调查西里哥的底细 一番打听之后 男主得知西里哥还有个老父亲住在养老院 老头的名声并不太好 脾气也很快 瘫痪在床上已经是好几年 男主一去 老头以为是西里哥来了 嘴里不干净的骂了起来 看样子父子关系很不好 男主拿出了摄像机 想录点有用的线索 接着男主表明了来意后 老头讲起了冰河庄园的历史 说这是他家的祖产 有大大的农场 养着几千头羊 而家里橱窗里的工具 就是他家祖传用来杀羊用的 不过除了这些 老头也没说什么有用的 男主只好离开了 在临走时 男主告诉老头 自己买下了冰河庄园 老头激动的差点从床上叫了起来 回到家后 男主又碰到了西里哥 他劝男主说 这里太危险了 你们城里人不适应这里 还是搬走好了 此时西里哥的野心 已经是昭然若揭 他就是要赶走男主一家 重新霸占房产 然而男主把这事告诉了妻子 小美却还是不信 呃好吧 你俩真的是夫妻吗 直到他们养的马 离奇的死在了游泳池 小美这才有些相信男主的话 也帮着暗中调查此事 接着男主在庄园的草坪上 无意中发现了一个牙齿矫正器 上面还有一颗牙齿 男主忽然想到了什么 他跑回到了卧室 翻看起了西里哥家人的照片 结果发现这个牙齿矫正器 是属于西里哥的大女儿的 也就是说 西里哥的妻子女儿 有可能已经遇害了 凶手极有可能就是西里哥 发现这一恐怖的线索之后 男主要老婆带着孩子先离开大宅 自己留下来寻找更多的证据 小美带着孩子回到了城里 无意中看到儿子郑太 找到了那本写有恐怖民谣的书 然后又从女儿那里得知了死亡之后的地点 小美猜测 那里可能有重大的线索 在安顿好孩子们后 小美回到了大宅 与丈夫同身共死 他们在森林里 找到了那个标着死亡之后的地点 切开盖子发现 这是一口水井 男主将摄像机裹上了塑料袋 放进了水里 果然在这里发现了一具尸体 夫妻俩是赶紧报警 但却被西里哥冒通警官找到了他们 并拿起了锤子准备杀人灭口 在关键时刻 坏人死于话多的定律再次出现 西里哥开始讲述一切的真相 原来西里哥的父亲 因为媳妇出轨跟人跑了后 变得极端的暴躁 动不动就殴打年幼的西里哥 还说他是那个傻神的孩子 西里哥因此性格也变得很极端 后来长大结婚后 他发现自己的妻子也出了轨 并且自己在医院检查出了不孕症 所以怀疑那两个女儿也不是自己的 一气之下 西里哥用祖传的杀养工具杀掉了妻子女儿们 将他们抛尸在了荒井中 接着就是常规的套路 西里哥和男主小美 在大雨磅礴的黑夜展开了殊死搏斗 最终夫妻俩一起杀死了西里哥 从此一家人在这个死过无数人的宅子里 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 故事到此结束 这又是一部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 不幸的人用一生去治愈童年的电影 有些俗套了 而且片中出现了许多隐喻的线索 也没有交代清楚结果 好在惊悚悬疑的氛围营造的还算不错 好了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给涛哥点赞和转发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涛哥 最后当然也别忘了点个关注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恐怖电影 所以请不吝点赞和转发表得更呢 感谢观看